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不能够买 来 我给大家一个 就是蛮直觉 蛮直接的一个方式 来告诉你们 到底台股还有没有明天 你现在待会下班 或者是现在 你在看影片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嘛 对不对 打电话给你好多个 在做股票的朋友们 你问他 最近的股票好吗 他当然会跟你讲 会跟你抱怨 然后你问他一句 你卖了没 你卖了没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句话 你敢买啊 如果10 不要10个 打10个太过 5个投资朋友里面 如果有3个人以上 都在昨天 卖股票的话 台股就还要5天 其实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股票 在买股票的时候 买不管是试单 还是两成的资金 甚至有些投资朋友 很敢 我all in 跟你拼了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谈在震荡的时候 到底能不能够报得紧 陈锋老师 能不能够报得紧 可以 我相信我的会员都知道 陈锋老师很会报股票 盘在不好 我告诉你 可能接下来两个月 不能够买股票 你受得了吗 或者是说 抱歉 你现在这个阶段 台北股市在15000点 你想赚钱 不好意思 你就必须要怎么样 报股 所以当台股 还有明天 或者当台股 你去打电话 给你的很多朋友 他都说我股票都买啊 我这辈子再也不玩股票了 来 我们先来看一张图 四个箭头 代表什么意义 分别是在2015年 2018年 2020年 还有包括这一次 这四个箭头 代表什么意思 直接告诉你 这四个箭头 分别就是 融资维持率 低于140以下 或是145这附近 每一次的融资 余额维持率 只要来到了145附近 大盘就会有出现 像样的反弹 各位 我现在讲的是反弹 是不是回升 要看老大的意思啊 要看全职股的意思啊 我现在告诉你的是 这里的空头 气焰 已经达到了极限 准备反转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 几个字 来告诉你 台股将迎来 重磅的反弹 这里 谈的是几率 这里 告诉你 接下来台北股市 可能将迎来 1000点以上的一个反弹 当然我希望它反弹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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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次到底 一次到底 太快了 太快了 没有办法让投资人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布局啊 所以这四个箭头 就是代表 融资维持率呢 低于140 有两次低于140 有两次呢 大约是在144 或者是145 这附近 这一次 来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是多少 来 我们先 来看一下 这个网页 各位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说 陈邦老师 为什么要这样说了 来 这一次的融资维持率 来 投资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 刚好广告下面呢 可以去旅游了 要解封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的融资维持率 已经来到 142.8了 投资朋友 142代表什么 融资已经断头了 几乎快要断头了 一般正常的维持率 如果融资是六成 你自备四成 六成是跟券商界的 投资朋友 167就是你原始的一个 融资的一个维持率 最初开始的 股票都没有跌 股价都没有跌 167 可是当你拿142的时候 其实已经快要接近 追缴的一个状态了 已经快要接近了 130 目前的法定是130 自从涨跌幅升到10%之后 就从120变成130了 其实已经快要接近了 快要接近 代表全市场 都已经绝望了 所以台股还有没有明天 有的 台股有明天 可是你现在 如果要买股票的话 你还是会纠结在哪里 你会去纠结全市 没错 我刚刚说了 大坦要 往1000点去涨 当然拉全市最快 不会去拉 小型股吧 不会去拉小型股吧 那既然全市都能够 涨1000点 或甚至接近1000点了 那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待会后面我会告诉你 我可以告诉你 只是现在 你在这个涨的过程之中 在指数涨的过程之中 有陷阱了 来 我先告诉你陷阱好了 你先陷阱要避开 什么样的陷阱 很恐怖 来 王雪红 我们宏达电的董事长 很可爱 他出任了什么 联想的董事 这个标题比陈某老师还会像 宏达电转机引发联想 亮灯掌听 很坦见 这应该是盘中 盘中放的消息 盘中放的新闻 不是消息 我们讲太乖了 不能说消息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喜欢举力 举什么力 来 249吧 过去陈某老师 怎么告诉你的 85块半如果跌破了 麻烦你赶快走 这一路以来都是空单的回补 回补 很补 很多投资朋友 我告诉你 99.9%一定会在这里 下单 打一个底部 准备要上去 99%以上 今天的涨停 我告诉你这是空单回补的极限 空单要補回来 那跟他担任联想的董事 拜托不要再圆宇宙了 Come on 听到都烂了 来我告诉你一个新闻 宏达电在2016年的8月份 我印象中是8月份 我印象中是8月份 当时我也是在下单的 我们来看一下 8月份 来我们来读取一下 我们来读取一下 8月份 到底宏达电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趁这K棒呢 还没有读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来口述告诉大家 当时的宏达电将手机部门卖给了Google 那时候的宏达电在几元 在80元 哇市场呢 好兴奋啊 兴奋什么 告诉大家说 哇宏达电呢 甩开了这个沉重的手机的一个制造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部门 准备要大发力士 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这里 哦 有没有看到这里 我跟着是3月份 讲开话 3月份 我们来看一下 3月份的时候 这里的手机部门出托 市场好欢乐啊 市场好欢乐啊 结果呢 一下子呢 就把整个的一个HTC的股价呢 你看好消息见报之后呢 一路往下跌 一路往下跌 结果呢 要大涨呢 不到不到一个月 78% 连续拉两根之后呢 快速的再次的几点 这是月K 那现在又出了一个 哇 去当联想的一个独立董事 有很神奇吗 请问一下公司的结构 会因为他去担任 担任董事 就怎么样 就起始回生吗 这曾经是我们的一个最大品牌 两次站上股王一千多块 你看最后只剩下几块钱 不要为了新闻 新闻就是催化的一个作用 你必须要看这家公司到底有没有本质上的一个改变 目前有吗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完全没有 任何公司都是一样的 一个好的公司会不会跌 会 烂的公司跌更快 可是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你看这家公司 你买这家公司 不管你买谁 它能不能够有未来 一家有未来的公司会因为董事长担任另外一家的 不管是独立董事长 而且还是非执行的董事 这家公司整个竞争体制就会改观吗 就会改观吗 不会吗 所以今天的 今天这样的一档股票 什么老师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千万不要为了新闻而去买股票 我已经带着大家从八十几块避开风险 直接避开来到杀到三十几块 我跟证 四几块五十几块了 四几块五十几块了 一直这样往下讲六十 从八十五 再来呢 八十七十六十五十 到昨天相对低点 四十二块 我在这里难道告诉你 要告诉你说 红打电准备犯多吗 并没有好吗 这一段下来 多少的人都在这过程之中 你看这一根涨停 还好消息 隔天开高走低还爆量 我告诉你这里绝对不能追 就是这些问题而已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诀窍 所以如果台北股市要真的 就像如同我所说的 重磅的一个回归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来看一下 陈老师今天要破讯 9点18分的一个破讯 我告诉大家什么 2454联发科 今天必须快点拉过 今天的高低八百一十六十一块 而且不能再回到平盘了 吸收卖压直到什么 直到收盘 这样台股7月份就怎么样 你自己猜了 你自己猜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联发科到底有没有独同 陈锋老师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走势呢 和454 你们看到 直接将 陈锋老师在昨天告诉大家的 6月17号的 这个跳空缺口 要补快了 快要补到了 快要补到了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明天小小开高 压回 不要出量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那既然联发科 有这样的一个回补的走势 昨天也陈锋老师 也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联电 你看联电 你看联电 直接拉尾盘 直接拉尾盘 我们来看一下 2303 直接怎么样 拉尾盘 直接往上拉 往上拉 有个好处 就是 就是 直接挑战 也是一样 6月17号的 跳空缺口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跳空缺口 也就顺利的 来补上了 所以这里有12万 快要将近13万的量 必须还要再增量 增加多少 我个人认为 3万张就可以了 3万张 直接就可以把 6月16号 这一个看似长黑K 虽然只跌了1% 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长黑K 就可以把它化解掉 多3万张 也就是说 今天12万将近13万张的量 只要超过16万张的量 再一次的攻击 6月16号的一个长黑K 就可以化解 再来就是最后 台积电来处理了 台积电来处理了 所以跌破500块的台积电 你砍了吗 你一定砍 你一定砍的啦 所以我常讲一件事情 当全市场都绝望的时候 如果你也跟着一起绝望 那抱歉 没有梦田 所以这个硬变策略 还是没有变 我们还是不会把 卖出的股票 至今再一次的把水位拉升 不会 全市股暂时段开 还是一样 因为接下来全市 也不会走得非常非常顺利 所以不顺利 代表这1000点是怎么样 环步电高 环步电高 就会让 创码集中的股票 绝对有表现的空间 再不表现 叫人家怎么 叫人家 当人说牙齿 我常讲的口头惨 但不适合在 这个节目里面讲 不适合 就是骂他们 你们吞了这么多 不拉 可惜 拉了 才会怎么样 才有人气 所以第四个政策 之前第四步 我一直打马赛克的 暂时不用 现在改用精明策略 精明策略就是 原先我们持有的 就这样 报到反弹1000点 来做结束 就这样子了 就这样子了 这是我的节奏 所以我没有 我没有在这个地方 跟你们 来告诉你们说 算了 这个东西 随随便便 没有 这里才是决胜负的时候 这里才是决胜负的时候 所以如果 股票 有往下跌的 要记得一件事情 你知道里面有人吗 你们要常常问自己 这样的一句话 你知道里面有大户吗 如果你不知道 那代表你在操作 这一块 你完全是没有的 我必须要在这里 一直不断的强调 纪律这两个字 如果没有谈 很多时候你们都会认为说 没关系啊 反正陈锋老师说 股票总是有上上下下 总是会有回来的一天 是没错 问题是 问题是几年 几年 两三个月 万幸 一年还可以 三年 虽然有点久 但是可以回来 就是不错 十年呢 十年呢 像陈英勋那首歌 十年呢 太久了吧 太久了吧 所以你看哦 我刚刚讲的 如果联发科这些重量级的电子股 都有稳住 长荣作乱 还可以接受 但如果长荣作乱 电子股又没有稳住 那这个大盘就很危险 但目前我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次 重量级的电子股 我们来看一下 犀利 纸跌 这是纸跌 信化呢 信化呢 量缩 稳住 因为今天有重量级的全子股 动不到信化 3661呢 我们来看一下四星 今天的四星呢 哇你看 还短线上还没有直稳 但已经具备了 一根长红K的一个实力了 这边全部都有人接 但绝对都是散户的停顺 但是大户呢 就在这个阶段接 告诉你大户的厉害就在这里 你们不要的 他们要啊 你们要的 他们都丢给你啊 都丢给你啊 有没有看到 都丢给你啊 这个梗顶啊 都丢给你们啊 要小心啊 要小心啊 所以陈凡老师不是 不是为了做多而做多 更不会为了做空而做空 而是在关键的时候 怎么样 坚持自己的想法 这个震荡的过程之中 每一个人都在什么 接受挑战 陈凡老师带客户 陈凡老师在 发抠讯 我也是面临了什么 面临大盘给 陈凡老师的一个考验 面临了这些筹码 给陈凡老师的一个考验 所以我必须要有盘性 出去的股票 暂时就不会再借回来了 金兵策略出去就出去的 我要你们手上 保有部分的陷阱 不是为了加码 绝对不是 而是要看全资股的一个表现 你这个可动的资金 能不能够进场 这才是关键 所以这档设备厂 我没有卖 设备厂我没有卖 这档太阳能股 我更没有卖 所有太阳能场里面 最好的就是这一档 最好的就是这一档 所以你能不能够 跟着陈凡老师一起做 你愿不愿意 相信筹码的力量 没关系 掌停我们掌停见了 我们掌停见了 所有的太阳能场 跌了东倒西外 包括风力发电 也只有陈凡老师的那一档 并没有大幅度的筹码上过 这是我的坚持 我必须要这么做 才能让投资朋友来赚钱 来享受接下来的一个获利 所有人都款出了嘛 融资维持率142 这代表什么 诸多人都放弃了 都放弃了 即便收缴之后呢 还有一户呢 停损了200张 那小咖的 不碍事啊 不碍事啊 不管是太阳能 还是风力发电 全部都是一样 三合一 我就锁定这几个产业了 我就锁定这几个产业了 生技股就留那么一档 就留那么一档 我们让中正区的呢 这些大佬呢 一起来把这档 来做一个很有效的 一个资金运用 把它往上拉 有这档股票的 知道陈凤老师在说什么 这种东西就是打筹码战 今天的外资 他因为升息 把这些筹码卖掉 把资金拖回去 他们也是在做资产配置 但他们也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 再次杀成这样 股市杀成这样 那请问他们之前要放哪里 放自己口袋会生钱吗 完全不会啊 完全不会啊 势必要买股 我们等着美股迎来大反弹 我们等着台北股市迎来大反弹 产业三合一 挖掘正战股 陈凤老师就在台股战略家 等着你 还没有加入我TG 还没有加入我Lite 赶快来做一个加入 操作不能像赌博 操作不能太投机 操作 稳打稳扎 才能够真正的大胜出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下同时间 我们再会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